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吃饱了吗? 刚刚吃饱了 然后没什么事情做 然后就刚刚收到这个Atomi新出来的这个Atomi香皂 美蓓心 你好 有用到这个了吗?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买来用了 因为之前我就一直很想买那种天然香皂 Organic的香皂 然后也是有去上网找那些肥皂 可是一般上的肥皂都很贵 就是Organic跟Plum base的 我现在在开着这个 就是刚刚买的 很抬 不过我觉得一盒里面有三个肥皂 然后今天我会开给你们看 有兴趣的你们就可以看 哦 很漂亮 它是这样子的 有order了还没有到 对 很漂亮欸 美蓓心 你看 它是这样的 哦 我还没有想到 然后它有三种肥皂 有深痘痘的啊 脸有深痘痘的 或者是皮肤敏感的 其实都能够用这个 T3消炎 很好 这个T3的 哈啰 大家好 有进来 吃饱进来 就可以say hi了 我也是刚刚吃饱 Melissa Gui Ichao 然后有第二种口味是 Lavenda的 我超级喜欢Lavenda 然后这个叫做 Indigo Ferra Bar 100克 它每个都是100克 它后面有写一些韩文哦 看不懂 可是我有找了一些资料 等下我会讲它的资料是什么 然后还有一个是Bassil的 Bassil的 这个是Lemonglass 我知道有一些人 他们很喜欢Lemonglass的 哈啰 Jennifer 哈啰 大家吃饱了没有 吃饱就讲声嗨吧 我今天只是 没什么事情做 就讲这个肥皂 因为我刚刚收到这个肥皂 然后我还没有冲凉 所以等下我就要用 所以我还没有用之前 我就要拿出来 先说你们新的美美的 而不是用了的肥皂 因为用了的肥皂 看起来等一下很有趣的 OK 是哦 Mary 对我也是很喜欢Lemonglass的 Lemonglass很舒服 就闻起来就很舒服 然后冲凉也很舒服 我现在开这个Chakor的 哦 它是这样的 诶 它是Chakor 它的味道也很香 那个木炭 木炭Chakor 这个木炭里面它有茶树精油 就是Tea Tree Oil的 然后木炭具有极佳的清洁 还有除臭效果 去除老沼质 还有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 这个超级适合 就是那些皮肤很厚的 然后冲凉没有什么刷的 然后就是那些男孩子 女孩子都适合用 可是我觉得这个的好处 因为我听过就是Chakor 木炭呢 它有那个抗氧化的功能 也就是讲说 如果时常用的话 皮肤可以美白 然后我也很喜欢它里面 还有茶树精油 Tea Tree Oil 因为Tea Tree Oil 它有抗菌的效果 就是现在我每一个人 都讲抗菌抗菌 就是抗菌很重要 然后它也可以调理肌肤的 不是提升这个修复力 还有净化皮肤的效果 这个我觉得好 Chakor跟Tea Tree Oil的这个 Tea Tree Oil的这个结合 我觉得很好 就是比如讲说 如果你家有年轻的那些 年轻小我子啊 每次都是流汗回来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OK 因为它有去除这个臭味的效果 这个OK 然后它里面还有很多那个 它的它的那个 复加成分 那复加成分 这个我就看不到 可是它里面的复加成分 我这边看到比如讲说 有椰 share butter 它三个肥皂都是有share butter的 share butter就是很好的那个 然后它也是有那个椰油 椰油做的 然后这个还有olive olive就是那个橄榄 还有一个好像是 可可米这样的东西 啊 那个是rice 所以这个就是 Chakor and Tea Tree Oil的 它这些肥皂呢 呃都是人造硬化剂 没有人造硬化剂 OK 没有人造硬化剂 没有防腐剂 没有香料也没有色素 所以这个颜色不是染出来的 就是 Original这样的颜色 这个 这个是Chakor and Tea Tree Oil OK啊 它的味道不会讲说很浓 就是那种很清香的味道 Chakor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 Levendar Hello Eric Chan Eric Chan Eric Chan 我的前同事 嗨 我用这个香皂 可是等下用了就分享不到了 因为我自己订了 啊 这颜色很漂亮 我自己订了一套 哦 Levendar Levendar的颜色就是这样的 OK 这个也是淡淡的香味 它不会 它不会想说 你一拿出来 就是很很大掌的 那个味道没有哦 所以皮肤敏感的人 很适合用这些香皂 因为它没有人造硬化剂 没有防腐剂 没有香料 没有色素 所以这个小孩大人都适合用 很多人问就是讲说 是拿来洗脸洗身体的 它是说Face and Body 都可以 然后虚拟草的用处呢 它具有放松症静 还有体诊抗忧郁的效果 现在很多人有Depression and Anxiety 他们都是要用Levendar Hello Silby Wong 你好 OK 那个刚刚吃饱 就是买了新的肥皂 还没有用之前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Original的样子 所以这个Levendar 它也可以帮助露眠 放松心情 还有助眠的功效 那么如果讲说 你用这个的话 晚上用应该会很舒服咯 我觉得 就是晚上睡觉之前的时候 你就是用这个 用了过去 它可以帮助 帮助睡眠 然后放松 Hello 爸爸 我是中生 Hello 爸爸 你还没见面 你好 对 刚刚吃饱 大家可以进来了天 OK 那么这个是薰衣草的 没有人造硬化剂 没有防腐剂 没有香料 没有色素 很天然很棒 因为如果是讲说 这样天然 这样植物性质 做的肥皂呢 基本上都要很贵 可是Atomi 这个的价格很 很很很很 很 normal 它这样子三个 都不到70块的 所以就不错不错 我觉得OK 因为平时一块香皂 我在外面看 如果是好的 都要30多 30多零级了 因为Atomi 它这个的香皂 它是跟全韩国最大的 这个天然香皂厂拿的 而且这个Atomi 最大的天然香皂厂 有一个很重要的资讯 就是他们有请那个 Disability 就是Disability Disability就是 就是比较不方便的人士 然后让他们去做这个手工香皂 因为其实我知道有很多 私人机构呢 现在他们都有去 就是为社会出一份力 然后就是给这些 Disability的人找工作 因为 其实一间工厂 或者是一间 私人公司 他们要去 support 这些Disability的人 Hello Angelica Long time no see 这样我开Live 是好的很多人在看 Hello Julieson Julieson是我的姑姑 二姑 你好 再讲肥皂了 就是刚刚吃饱 然后再讲肥皂 就是刚才讲到那个Disability 因为私人公司跟工厂 如果他们要帮助这个社会 然后去 请这些Disability的 employee做工 其实是蛮high cost的 就是他们的那个 productivity不会很高 可是可以帮助到这一群 Disability的人 所以买这个香皂呢 虽然是自己用的很开心 可是也是帮助到别人 所以刚才我已经讲了 就是Charko的 它有Charko的 Charko跟Tea Tree Oil的 Charko跟Tea Tree Oil呢 记得就是 我觉得百天用很好 就是你百天用呢 因为它会有抗菌 然后除臭 还有就是Tea Tree Oil 可以抗发炎 比如讲说你有痘痘的身体 平时有生痘痘的 然后每次冲了凉出来 皮肤会很痒的 我觉得可以用这个Charko 和Tea Tree 然后刚才第二个讲的 就是Lavender Lavender的这个呢 是可以晚上用 可以晚上用 因为Lavender可以帮助睡眠 然后还有抗忧郁 然后第三个这个是Basil 有Basil这个植物的 这个Basil如果你吃Pasta 你就会有放这个Basil 然后它这个是叫做Lemonglass 嗯 OK 喜欢Lemonglass的人 就会很喜欢Lemonglass的味道 像我本身不是Lemonglass的Fans 但我知道Lemonglass有很多好处 OK 然后我来看一下Lemonglass 就是那个柠檬草 柠檬草也是有抗菌的活性 有助育子细菌成长 然后含有大量的Vitamin C 哇要不多 柠檬草是啦 柠檬草就是Vitamin C 然后还可以滋嫩肌肤 调节油脂分泌 有益于油性皮肤的 那个清洁皮肤 促进血液循环 诶这个不错 Lemonglass原来可以调节 那个油脂分泌 比如讲说 有一些人的皮肤 比较容易出油的 OK 因为这三种肥皂三个呢 他们都是能够 呃用在脸跟身体的 那么这个柠檬草 它有大量的Vitamin C OK就是在用这的时候 也是有Vitamin C 在滋嫩肌肤 OK 这个油性皮肤 因为我现在觉得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天气啊 不是 哈喽大家好 哈喽Chris 哈喽Kelly 哇香香 我的老同学都进来了 OK 你们都是我的老同学 我的旧同学 小学同学 OK 30年没有啦 30年 25年 20多年没有见面了吧 这个是Chakor 然后这个是Lamander 然后还有这个就是Lamondrus 哦你们都很有心会进来看我耶 OK 这个是Lamondrus OK 所以就这三个肥皂 今天我要选一个来冲凉 你们觉得要选哪一个咧 要选Chakor的咧 还是要选Lamondrus的咧 还是要选Lamondrus的咧 你们帮我选一个 选了过后 我用了我就会跟你说用了感觉怎样 我觉得应该是很多泡泡的 哦 我现在就是很想要用这些肥皂的东西 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在做这种 嗯 做这种肥皂啊 然后他们做的其实都很好 然后还可以有很多不同形状 Lamondrus Christy选Lamondrus 我叫Christy选Lamond 为什么Christy Christy OK Oh Christy 我很久没有看到你了 Hello 大家好 大家吃饱了没有 吃饱了就打一个三条腰来看一下 Hello Eunice Yeah Yeah Lamondrus Oh Eunice 你喜欢Lamondrus OK 111 吃饱了就打一个111 还没有吃饱的就打000 吃饱的就会111 吃饱的应该是888哦 是啦 111吃饱了 吃饱了就好咯 这个时间还没有吃饱就很晚吃了咯 OK 那个 要多多 我们要多多帮助这个什么 就是 残障人士 disability 就是残障人士 我想到了 残障人士 OK 那么这三个肥皂呢 这三个肥皂是一套的嘛 它是这样子一套的 然后包到美美的 我觉得这个不到70块拿来送礼物真的很好耶 然后它的包装都是那种很minimalist的 很简单的包装 这个韩国人的包装就是很漂亮 就是那种很很清新的 我现在要收回去了 宝宝很吃饱 No I want you to try to tell the things you are not born of it 啊 OK It's ok As long as I told my brother I don't born of it I will see you use it 我就会用 今天晚上到底要用哪一个 我感觉到是要用那个 我会用chaco的 因为我对chaco很有兴趣 那个 哦 那个叫什么 就是那种activated chaco activated chaco 我对那种chaco很有兴趣 所以 有人follow我 follow我 你们的生日哦 可能会收到这个 因为想要收到这个 要follow我 follow我 我也不会做live 他们说现在的人 你要做live再去上课 对吗 现在每次看到Facebook就是 你知道Facebook就是你喜欢什么 你少什么 他就一直给你看什么 比如讲说你是妈妈 然后你有baby 然后你在你的Facebook看到 就是很多人介绍你babybabybaby的东西 像我这样子的 我的Facebook看到的是 每次叫我去上课做live 上课做live 这样 我也不知道 有些是免费的 我也是有去听过 OK啦 就开了就做了 就这样子 OK 这一个香皂呢 OK 它是韩国最大的固体化妆品 制造商合作 最大的 不是随便便 家里home made的这个 这个是韩国最大的 然后每个月生产250千种 高质量的肥皂 250千种 这边只有三种 它经过优化 可以生产不使用塑料 OK 这个是完全天然 它是Core Press的 有些人会问Core Press 它是Core Press的 所以Core Press的好处就是呢 它可以保留那个 就是那个 ingredient的 那个活性度 然后它是弱酸造 弱酸造 就是皮肤敏感的 现在很多人皮肤敏感 OK USDA Organic 美国农业部 它的ingredient里面 都是有验证 是USDA Organic的 然后有ISO 9001 那个质量管理 然后有ISO 14001 环境管理 素食认证 OK 素食的朋友 虽然这个肥皂是不能吃的 可是这个是素食认证 East Vagon EVE Vagon 然后是法国的Vagon 认证的 然后残疾人 标准工作厂认证 这个不是工厂 随便叫残疾人 睡来这边 然后给他们工作 不是哦 这个是有工作场所认证 就是安全的一个环境 安全的地方 给他们工作的 韩国残疾人职业 介绍所 OK 还有社会的企业认证 韩国劳动 OK 这个肥皂是叫做Dongubat 对了Dongubat 你如果是去Google 然后你打这个D O N G G U B A T 有没有人靠你帮我打哈喽 慧文 真的全部我的老同学都进来了 二十多年了 我们没见面 只能够在Facebook见面 OK 如果你上网你打这个Dongubat Dongubat Dongubat是一个很高的香蕉 然后是由这二十名的残疾人员 然后残疾人员的比例高的原因 是因为企业的管理原则 所以Atomic CEO其实他去不同不同的工厂 找产品放在Atomic网上卖的 其实是有一些要求 或者是有他的个人的这个原则在里面 就是他想要帮助多一点的工厂 是以道德为先的工厂 就是比如讲说我妈看着我 就是要就是要找那些 比如讲说可以帮助社会的 帮助残疾人士的 然后帮助就是中下社会的这些平民的一些工厂 就是一些比较有质量 而不是单单以profit为先的工厂 就是这些有质量的工厂 所以那么Atomic的产品 我不会讲说是全世界最好的不是 可是他绝对是选了就是有品质的产品 然后以最低的价格放到网上 所以如果讲说Atomic的网站 无论你是不是会员 你现在上去看都是一个价钱会员加来的 手上在哪里 哦手上在哪里 Hello Kenix 再抬出来 再抬出来 再重新讲一次 不是吧 不能再重新讲了 这个我会跟他放下来 然后 那个各位老同学 今天感谢你们来看我 然后你们的生日 你们的生日我应该都不记得了 可是你们可以PM我 你们的生日 Oh Ken A也进来了 你们可以PM我嘛 然后如果讲说生日 刚好我又有新的话 我是先讲好前提 我又有新的话 可能呢 我就可以送那个香皂 因为我觉得这个香皂价格也不贵 那还可以了 当做一个礼物也不错 新年要到了嘛 如果讲说你跟他包一个红色的便宜 它就是新年礼物咯 如果你跟他包一个圣诞节的便宜 它就是圣诞节礼物了 这个我高高推崇这个 因为可以帮助到残骑人士 然后价格不贵 OK 就短短的一个分享 大家要保重 就是现在的case的那个很高 然后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就不要乱跑 然后在家看着你的爸爸妈妈 然后要买东西全部都叫foodpanda 现在我们全部都用foodpanda 买grocery啦买面包啦就很方便 像以前我在中东住的时候 就是多年前还没有这种foodpanda 没有电话这种app order的时候呢 其实他们的那个grocery shop 已经就是给我们打电话 去order东西来家里的 你要订水啊订气水啊牛奶啊 全部都会送来家里的 所以现在真的很方便 所以大家要多保重 就是没有什么事情呢就少出门 如果是工作 像我爸爸他时常要出去啊 就是加那个lambusha grab 时常出去 要特别特别特别注意哦 就是hand sanitizer 那如果hand sanitizer atomy也是有 atomy基本上什么都有啊 就是都会有用到 然后hand sanitizer要用 spray的也好 照的也好都可以用 然后吃那方面呢 啊维达米C不要省 哦这个是 我妈妈的 atomy的这个 hand sanitizer 为什么会讲这个呢 因为它是有维达米E oil的 然后手敏感的人也可以用 就是用了手不会干 所以我今天没有要介绍这个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很大观 然后它是有超过99.99%的抗菌 都很好用 可是我最重要的是 它的酒精虽然足够抗菌 可是它不会导致手干 因为我有一个时期时常有出去 然后进去电料按那个 洗手洗手的 因为外面呢 有时候他们放的可能是因为经济的关系 就是放比较普通的那种 那种除菌液 所以用久了过后 我的手裂就很痒 从来没有试过这样痒过的 所以我心想应该是酒精的问题 然后你们如果用的话呢 那个酒精也是要注意 因为酒精它虽然有杀菌的效果 可是久了过后 它会破坏 你们的皮肤免易组织的 所以让你们的那个皮肤 处于一个容易受菌的状况 所以你们要特别特别注意 去买这些有酒精的弹品 因为要要注意它 会不会轻视你的皮肤组织 这个很重要 尤其是皮肤敏感的人 一用就知道了 然后这个是hand sanitizer 我的那个车有放一只大只的 然后那个 那个有一个洞够大 就跟它放进去 然后每次都会用这个 当然小孩也可以用 里面有一个很好的vitamin E oil 这个大只的 它在atomium网站是两只 70块一只35块 OK的 因为之前我去shopping mall的时候 刚刚那时候MCO开始 去shopping mall的时候 它的那个 这种大只的洗手液都很贵 现在就跌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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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可是我还是会用回那个atomium 因为用了不会手敏感 OK 所以大家吃饱的也吃饱了 然后刚才讲到吃 吃也很重要 吃饭很重要 可是你们要记得 就是要补充足够的vitamin C 因为有吃vitamin C 跟没有吃vitamin C 的分别是很差很远的 像那时候 一伤风的时候 不要等到太严重才吃 就是你觉得有点点不舒服 喉咙有点弹 或者痒痒什么的 就要开始吃vitamin C 然后vitamin C呢 你在饱充足够买也可以 买那种 放在水里面 给它融化的也可以 或者是买颗粒状的也可以 总之有吃就好过没有吃 因为vitamin C是身体不会制造的 你一定要靠那个摄取的 像如果atomium的vitamin C 就是一直卖断货的咯 这个如果你上网的话 是要用墙的 就是那种 用那种苗苗墙的 而且现在我不知道一个账 它是不是有限制 只能够买两盒 以前我们就是可以订很多盒的 然后这个它是这样的嘛 它出名的一个地方就是它是粉状的 你不用掺水直接在吃也可以的 不用掺水也可以 像有些人他们喜欢掺在水 其实我觉得不需要掺在水 就直接吃就可以了 然后它里面有五种蔬果 那五种蔬果都是好的蔬果 比如讲说像strawberry啊 mango啊 orange啊 然后还有一个是tumoric tumoric就是那种 tumoric tumoric的华语叫什么 tumoric的那个华语叫什么 黄酱 黄酱粉 黄酱粉很好 黄酱粉对抗发炎很好 所以这个Vitamin C一天吃 因为它这个 Malaysia的这个是550mg一条嘛 所以我们一个人呢 一天可以吃到差不多是1000mg 然后Vitamin C呢 如果你一次过吃 它很快就会排出来的 你流汗啊 上厕所呢 它就会跟水一起排出来的 所以建议就是 550mg的 你分两次吃 如果大人 可以分两次吃 一天吃 它是讲说 一大盒里面90包 一天是吃一包啦 可是如果你觉得 现在这个非常时期 不足够的话 其实一天要吃两包是ok的 然后Vitamin C呢 它是不会吃到中毒的 因为我也是有些会员 或者是有些会皮炎 我就是吃Vitamin C 会不会吃过多中毒 其实不会啦 就是Vitamin C是水溶性的 它是跟我们的身体 会一起排出体外的 所以当你喝水啊 或者是上厕所啊 或者是在讲话的同时 你的口水蒸发 就已经把Vitamin C蒸发掉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 除非身体本身有问题 有健康问题的呢 要不然应该是没有人 吃Vitamin C过多而中毒 死掉应该是没有 ok 因为Life讲话要很小心 ok 这个就是Vitamin C ok 然后Probiotic 本来只是讲肥皂啦 ok 我的专业就是会越讲越多产品 我一定要stop ok 所以这个是最后一个 Hello LC昂 ok 为了大家的健康着想 我这边呢 虽然是介绍都是Atomy的 可是我想要讲的就是 无论是任何牌子 只要你有吃 呃 Supplement就好了 你知道吗 然后如果你要找到品质高的 然后价格是比较经济化的 那么你可以考虑Atomy 这个Atomy The Probiotic 益生菌哦 我是在两年前的时候才知道这个益生菌 不然以前都没有吃益生菌 因为我跟我妈妈呢 我们都有这个肚子痛的问题 Hello Lailin 大家好 ok 就是吃饱饭 跟大家聊聊天 这样子 然后吃饱了都可以打三只三条腰 哦 还没有吃饱了就打三个零 那么给我知道一下谁还没有吃饱的 ok 吃饱了就打三个腰嘛 ok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益生菌 它的独特之处呢 就是它有十二种菌在里面 如果平时好像你去Pramacy 或者去外面的话呢 大多数你看到的菌种 大概就是有三到四种菌种 然后会有很多那个菌 ok 所以很多人就是想说 菌种重要还是菌树重要 ok 菌种重要还是菌树重要 来我给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觉得菌树重要还是菌种重要 听得懂吗 你觉得菌树重要还是菌种重要 ok English 那个 the type of the type of 这个叫microorganism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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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roorganism ok probiotic重要呢 还是它的 quantity重要 ok 因为很多人问就是 诶 它是多少菌树的 有1 billion 2 billion 10 billion 那么很少人会问 它有多少菌种的 ok 会问菌种的 就是王者 问菌树的 就是青铜 你们听得懂吗 这样子 ok 像如果呢 你去外面买的话呢 或者是其他牌子 你可以找菌种 因为菌种比较重要 因为菌种呢 我们的那个肠位里面 身体每一个部位呢 其实呢 都会有用到益生菌的 那么在我们的肠位里面的益生菌呢 越多菌种 其实是比较好的 那么我也知道 atomia的probiotic里面 还有一个对女性 很重要的菌种 就是帮助我们的 那个阴部 ok 不受细菌感染 那么这个 那一种我们也知道 年纪慢慢越来越大的时候呢 身体的状况会越来越多 那么有时候 呃 妹妹 ok 因为我们的组织里面 有一个妹妹 呃 妹妹今天没有出来吗 妹妹 要不然我可以给你们看 我的妹妹 alright 所以妹妹今天没有来 那么呢 很多人我们的年龄慢慢大了 ok 可能就是衣物 衣物就是我们的 呃 clothing的关系 或者是环境的关系 或者是呃 卫生的关系 或者是身体免疫低了的关系呢 那边都会有呃 就是比如讲说会发炎啊 或者是会痒啊 或者是白带之内的 所以是probiotic可以帮助啊 还有去异味 去异味 很重要 去异味 ok 所以 我就差不多讲到这边 要关视频了 然后我很感谢 今天你们大家都有来 吃饱饭跟我聊聊天 哈哈 Teresa ok 好的啦 大家 你们要照顾自己 下一次希望我 还有什么那个想法的时候 我再上来 今天 诶刚才讲的就是 你们帮我选的肥皂了吗 要用的是chakor 还是要用的是 啊 thank you Eunice thank you for watching Eunice is our very famous central leader from Tepong I am the center leader from Pelani Damansara Mutiara 然后现在我都是 呃 八一到礼拜都有开 十二点开到四点 因为现在NCO不能够开太久 然后呢 到了那个中心 只是拿东西而已 chakor yes I want to use chakor tonight ok 然后就是十二点 然后我是八五没有开 星期五没有开 星期五跟Public holiday没有开 半日礼拜都有开 那么如果想要来我中心的朋友都能够来 所以这个NCO的期间呢 就只是pick up product而已 pick up product 然后我们的活动都会在zoom那边做 ok chakor levaner 还有这个bassil leaf ok 感谢我的老同学今天进来 ok 好了 大家晚安咯 现在已经差不多九点了 是时候去看Facebook了 我知道你们没有这样早睡觉的 ok Alright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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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